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頻道頻道 首先這裡有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呀 和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向報和三台沙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並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大家都知道拜登先生上來之後 一開始就不停說要搞再生能源綠色產業 而其中一塊最重要的板塊就是太陽能電池板 但是其實美國想搞太陽能電池板 搞了很多年,超過10年以上 最初提出的並不是拜登,也不是奧巴馬 而是他們的前任,一個小布殊 當時在2004年,他提出了剛剛開始起步的時候 美國在太陽能電池板的生產是零兆瓦 零 因為他們是著重射油炎 他們就搞環保就開始做一些政策 但是當時中國已經有252兆瓦的生產力一年 直到奧巴馬先生上來,他就說要搞環保產業 當時美國已經起步是有540兆瓦一年 完全全完勝 對於這件事,美國人呢 這個彭博通訊社 最近就發出一個,寫了一篇文章 分析的題目就是 為什麼我們會輸得這麼慘 他說為什麼中國是怎樣打低美國 成為這個太陽能電池板上的冠軍 我們就略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篇文章 首先他就這樣說 在2008年,在美國的俄勒江州的波特蘭以西 就有一位市長和當地其他政界的人 為在他們的市場開的一間太陽能電池板 叫做的廠叫做Solar World 號知4億4千萬所建的工廠開業歡呼 這個是榮耀的時刻 因為這一間由他們的廠長叫做希爾斯伯勒先生 所投資的廠 不單止會振興當地他們的經濟 而且是可以從同時間引領其他相關的產業凝聚在他們那裡 他們生產太陽能電池板 需要很多集成田路等等等等 那些相關的工業在一起 是會對經濟非常好的 而在2008年,因為氣候變化的警告 而全世界都處於不安 太陽能就成為預計到增長最快的能力 而由白宮到州議會 美國的領導人全部都承諾 綠色的就業 是很一定能夠取代美國的油田和煤單 而且有保證的安全更穩定 前景一片大好 但是在太平洋的彼岸 有一個競爭對手 也將目光投入了在太陽能製造業 這個就是中國 這個我們引用的 中國是給予證明他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 是可以的 正在召集政府的投資 並且安排他們用的字叫逼洗 安排公共的事業 公司完完全全配合所有政策 投資下去這個太陽能板事業 相對而言 美國的努力是尚不見絕 中國建立了一條點對點的供應鏈 在現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多貞值 這個就是太陽能電池板所需要的關鍵材料 聚集了很多 而且無視了這個環保主義者的要求 因為你們要製造太陽能電池板所需要的電力 是需要一些電能 這些電能全部由煤炭做的 基本上很多環保主義者就說 既然你已經製造太陽能電池板了 可不可以不開煤炭發電廠呢? 中國不理 而且用低勞動力成本 去支持製造這個業務 根本當時是一個無利可途的業務 老實說一些新興行業政府不支持 就哪裡會有人弄呢? 但是他們 我是引述這個文章 就是說基本上很多產業 你不去有政府支持 這些新型的產業是弄不到的 所以其實是很合理的 但是在西方來說 它當然是說 哎呀你違背市場經濟 好了我們繼續 結果中國的公司現在供應了全球四分之三的太陽能電池板 而根據他們的 根據一些新能源財經分析師就說 美國在20年前生產的太陽能電池板是佔了世界市場的22%分額 而現在美國本土只生產了1% 以前美國有75間太陽能電池板的保健工廠 但是很可惜現在全部關門大吉 剛才所說的 江州的工廠加入了這個行業 13年之後 玩完收檔 即使美國政府動用了幾十億的激勵措施 從這個小布殊開始 近20年的承諾 就是美國會成為 清潔能源的超級大國 但是這個清潔能源業 從來沒有在美國紮金 即使由奧巴馬到Donald Trump 徵收高額關稅 目的是要踢走中國輸入來的太陽能電池板 也都不過 是將中國這個太陽能生產工廠 由中國移到其他東南亞國家 俄勒光州有位參議員叫做懷登先生 在批評 中國根本是由不公平的貿易做法 還有在強迫勞動裏面 生產供應鏈 那裏獲益 當然中國 他們說的是新疆那一套東西 當然中國不適合 但是其實如果明白市場的人 就會說 這個指控根本是不會令到美國 能夠搶回這個行業回來 成功的 相反 中國的成功是因為 有政府的配合結果 而根據他們一些研究的 戰略國際研究中心的高級顧問 叫做拉迪斯盧女士 中國比美國更加努力 中國是有一個計劃 他們按照美國 他們自己的計劃進行 首先他們制定了供應鏈的政策 再製造創造需求的政策 而且然後兩個結合執行所有政策 但是美國是不一樣的 美國的做法永遠就是短期刺激做個小 但是外來有東西進來 好 懲罰性關稅 貿易壁淚 但是結果 就會引發貿易報復 而根本上是對於 製造業復興 是沒有用的 美國的政策是前後不一 而且是不停地 左一塊右一塊 和中國政府 由政府主導太陽能製造業的工業戰略 是完全沒得比 總結一句 你不能夠將一堆 抽來抽去 執急將就 然後左領右領 看到這樣不對就轉一轉 看到這樣不對就轉一轉的方法 施加出來 合埋一套所謂的計劃 而能夠達到一個持久的效果 對於拜登投資了幾萬億進去做基礎建設 而主要是利用氣候變化倡議做理由 而做幾萬億基礎建設的計劃來講 他前任的失敗其實是一個嚴厲的警告 如果他想兌現什麼氣候政策的承諾 而利用這個理由去創造就業的話 是很難成功的 因為其實現在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 從來是未能夠製造大量的就業 現在不過是三萬人左右 但是如果你說要在整個清潔能源的競爭裏面 獲勝是更加困難 例如兩個國家 中國和美國 甚至全世界都相信 未來是由電汽汽車去做這個產業 就是由汽油車變成電能車 是未來的事 而拜登也發誓 一定要將美國贏得電能車的競賽 但是即使底特律的汽車計造商在計劃 應該怎樣去弄一下這些電能車 但是美國國會仍然是說 好不好利用稅收 稅收底面 即是說收你便宜點稅 有稅收補貼這件事 去令到更加多人去製造充電站 這件事爭論不休 與此同時 中國已經整了80萬個公共充電站 是美國數量的8倍 而且利用稅收優惠 土地出養 低息貸款 其他補貼 令到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汽車生產國 已經有幾百家公司在全國各地製造一些電能汽車的配件 用廉價的半導體和電池 並且準備著手製造一些廉價的半導體和電池 而這個綜合戰略就是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 想將中國成為製造業超級大國藍圖的一部分 基本上是和過去主導了太陽能電池板業所做的戰略 是相呼應 中國在太陽能電池板業是贏到開航 令到美國的再生能源 那些支持者都說 我們其實這個時候都要放棄的了 用這個低成本 我們放棄了這個市場 其實就應該用中國的設備來裝組就可以了 不要搞這麼多了 那當然如果我們回顧我們開始說俄勒江州 波特蘭市那裡的居民來講 這一樣回顧他來講 那十萬名居民來講 這個是一件痛苦的回憶 因為在很早期其實當時的市長等等 都是將這件事視為一個機會 希望令到這件事 利用電腦的芯片製造為主 令到當地演變成為一個新的矽谷等等的大計 結果是搞到雞無鶴 而當時呢 當時所有的人都是全力投資的 首先那間太陽能電池板工廠叫做Solar World 在俄勒江州的時候 他是收到美國政府 35%的國家稅收 底面 就是有國家補貼 而且當地的大學也都是說 我們設立一些太陽能製造工人的課程 而那些市長也都全部走出去全世界 去輔助他們搞那些展覽等等 希望能夠將它推到全世界 而同時間也都有好幾十間公司 在他們當地的市鎮那裏 看看有沒有機會 但是很可惜 他們是完完全全跟中國是沒有得搭 因為即使在他們的市鎮那裏 附近 俄勒江州會議展覽中心 做了個太陽能電池板 展銷會的人寧願去買中國的電池板 結果他們這間叫做Solar World的公司 2017年破產 當然 其實這一個就是奧巴馬在2008年承諾 會創造500萬個六成就業機會的選舉承諾的一部分 那當時他做的方法就是 都是那些稅收體面 就是政府稅收收便宜些 幫幫你怎樣做 都是這樣做的 而最明顯就是2009年 就說30%稅收補貼 23億美元 放在180多間能源製造 就是那些清潔能源製造商 最後有8間公司說 好我們去做太陽能電池板 但是一年之後 這筆錢花青光 2010年的時候 奧巴馬拜訪了California 一間太陽能電池板製造商的新工廠 讚到它天上有地下無 奧巴馬甚至說 這間工廠建成了 我們由5%佔全世界市場分額 太陽能電池板5%的份額 一定會增長到10% 我借錢給你 聯邦貸款 聯邦出免貸款5億 當時是2009年 2010年 誰知道第二年 2011年 倒欠了5億 倒欠了 引發醜物 而同時間 中國是利用了所有的辦法 提供廉價稿記 國家支持銀行融資 等等的方法 去對這些產業促進產品需求 然後中國還致力於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例如利用工具切割更多的直晶片 令到他們相同的原材料生產更多的太陽能電池板 從而降低了80%的成本 令到太陽能在這個世界上 好一個地方 和煤炭業所做的一樣便宜 而結果奧巴馬搞不定 在2012年 狂打中國關稅的入口 太陽能電池板關稅249% 目的就是保護主義 結果迫使到做這些太陽能電池板的工廠 我們走咯 沒問題的 不去美國 走去亞洲寄關稅 更加嚴重的是 中國相反是對美國入口的貞值 打57%關稅作為報復 結果是令到美國的品牌發生一場大罪難 在美國在中國徵收這個懲罰性關稅的時候 美國是佔了 在2007年的時候 已經佔了這個世界的貞值產業 50%的出口 主要是來做太陽能電池板出口 就是原材料出口 但是現在跌到不夠5% 因為中國打它這個關稅 令它價格升高 然後這篇文章用了很大篇幅 現在這個貞值供應 都是來自新疆 等等等等 是在罵中國的 我們不會說的 大家都知道它說什麼的了 講到我們都很大篇幅 繼而他們到最後就說 美國的政策 至於太陽能產業市場戰略副總裁 一位叫施米爾諾先生就說 美國的政策就是 開始停 開始停 即是怎樣呢 好我給你一兩個激勵措施 給你 就是什麼補貼 弄一些低稅率給你 激勵一下你 你站穩陣腳 你自己就 你自己搞定它了 我不理你了 但是根據他們這個副總裁說 基本上這樣是行不通的 你現在的競爭是非常激烈的全球市場 美國的製造商要成功 尤其是一些初創新公司 你要像其他的政府一樣幫忙才行 不能夠縮骨做些不做些的 特朗普上任的時候 他說一定要將 中國在太陽能電磁板 那裡的主導地位打低 但是其實那時候他已經走下坡 整個美國的太陽能電磁板 是走下坡 他做的方法 不過是打關稅 就是跟奧巴馬是一樣的 那麼強力的關稅 30% 但是這樣做 是沒錯 是令到幾間那些生產製造商 生產這些製造商很開心 但是對於美國大部分 裝組太陽能電磁板的公司 是吵了 因為Donald Trump說30% 不單止是針對中國的電磁板 是針對全世界的電磁板 結果是令到這些裝組商的成本加大 搞到他們爬爬 那現在其實美國有多少人 是圍繞著這個太陽能去工作的 除了做電磁板之外 是有231,474個 其中只有14%是涉及製造電磁板的 其他大部分的都是做安裝系統 還有其他的變壓器 還有其他組件 但是其實不單止美國是搞成這樣 德國也是搞成這樣 德國其實他們現在製造太陽能電磁板的製造量 是下降的 但是拜登其實他所看的 當然不單止太陽能電磁板 他是希望製造 將產業的眼光是望到其他的 例如風力渦輪機 電動汽車業等等 一批個推出來 但是太陽能電磁板 有沒有機會贏呢 根據一些分析是說有的 但是要看到他下一代 是要避免過去的錯誤 不要再做些不做些 而是必須由整個政府協調努力 由研發貿易法案到稅法到改革 更加好地協助他們國內製造業 才能夠令到美國贏回太陽能製造的 這個就是他們最後所說的 我們說回剛才說的那個 鵝勒江州的事 雖然太陽能發電廠等等是失敗了 但是呢 英特爾仍然成為 幸運 因為英特爾仍然在那裏 就成為了鵝勒江州最大的僱主之一 當然啦 英特爾這間公司是很差的 到差不多會玩一下 比如說去年就放風 比如說我們把一些晶片製造外包去亞洲 嚇到當地的人是吐血的 當然啦 拜登當然是按了他 這個經歷就是 他們說要以太陽能板的經歷 去啟發將來美國應該怎麼做 不要做些不做些了 這個就是他收到整篇文章 很多謝大家收聽 好 拜拜